早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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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我是廖帥 今天的你吃早午餐了嗎 美術館的小餐廳裡面 我們來到這一間叫做夫婦的早餐店 這裡的老闆非常用心 他的手工蘿蔔糕 就是每天早上手工自製的 而他的豆漿呢 芝麻呢都是屬於有機的 而且是現泡的 等一下我們就看一下吧 接著我們往裡面走 它裡面呢 是一個小小的一個空間 別有天地 而且裡面的採光非常的好 這邊有個兩人桌 一個四人桌 我們可以在這邊聚餐 現在呢 在廚房裡面在幫我們的 紅人呢幫忙做菜 今天生意比較好所以我進來幫忙 看什麼地方需要幫忙 現在呢我們要做的是 豆干蛋餅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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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先下豆干再下蛋餅 接著呢我們會放上我們的 我們的手工蛋餅皮 現在要放蛋餅囉 欸咻喔 漂亮喔 這個蛋餅拍起來 超美的喔 但蛋餅真的是需要一點技術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剛剛我們做的豆干手工蛋餅 哇 今天有新鮮的 草青菜 龍絮菜 我們還有小黃瓜 用百香果醃漬的喔 新鮮的沙拉 水果 以及冷泡茶 還有我們的重點 手工蛋餅 香菇 拌勻 之後 拌勻 這個是不是咖啡啦 這是黑芝麻加有機豆漿 老闆說這個叫什麼 黑芝麻豆漿 老闆說這是黑芝麻豆漿就這樣 這個是黑芝麻豆漿 剛剛老闆說的 而且這個都是現打的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鹹粥套餐 哇這鹹粥套餐看起來好豐富啊 看起來好好吃啊 上面這個呢 是他們手工自私辣菜脯 這菜脯非常好吃喔 配上這個鹹粥 哇 這鹹粥裡面呢 有紅蘿蔔西芹香菇金針菇 早上來一碗呢 營養滿點非常棒喔 它有加一些白胡椒粉提味 然後裡面有一些紅蘿蔔 芹菜香菇片 金針菇 薏仁 植米 還有老菜脯 老菜脯在桌裡面增加一些它的口感 都吃起來不會那麼單調 還有高麗菜 早上啊 早上就是要吃肉粥 讓自己身體軟糊糊的一整天 這樣對著精神也會很有幫助 尤其要吃這種健康的粥 尤其要吃這種健康的粥 尤其要吃這種健康的粥